在小朋友帶領下 基隆市長牛昌先量測體溫 消毒洗手後才能進入校園 這裡是基隆市公辦實驗小學 八讀國小 因為課程安排 提前在8月16號就開學 為此校方做了充足的防疫準備 一台的手指消毒機 經濟市長牛昌 我們已經是各班都一台 專車教室也都有一台 每一班都有 高人流的提溫機只有這一台 這一組已經放到這個地方 市府提供給我們的酒精 目前來說應該還有48罐 24公升都是足夠使用的 市府提供給我們的口罩也都足夠使用 之前市府也配搭了一次鵝鵝槍 其實我們自己還自購了8支 即使在高人流還沒進來時間 我們都已經夠使用了 隔板也是我們都已經駕駛了 因為現在下課時間 小朋友都要喝水 有人想要偷吃點心 所以其實他們離開教室 會把隔板先駕了 包括紅外線顯像儀 自動手部消毒機 紫外線殺菌等等 這些防疫設備 都是由金融市政府在開學前兩週 即已陸續發放到各校 用餐隔板更提早到6月初就完成採購 就是為了讓家長安心 讓小朋友返回校園 在學校有這個自動的量測體溫機 那斑斑在這個班級的門口 也有這個手部的自動消毒機 那還有這個紫外線的清消燈 在下課之後會開啟 把整個教室做一個消毒跟清整 所以這個8月16號要開學那一天 家長是百分之百把小朋友送到這個學校來 所以大家剛剛可以看到 八度國小的小朋友 其實已經很安心的上了10天的課 然後也都非常的守規矩 照著所有防疫的指引來做 那所以校園的環境基本上是很安全的 那我們基隆 而且也已經連續13天加零 所以今天特別來學校市島 那就是希望能夠 這個讓家長能夠安心 我們基隆市在校園防疫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徹底 對於能夠回到教室上課 小朋友也相當開心 只是戴口罩有點悶 好玩啊 因為就可以跟同學見面了 在家裡灌了兩個月 是不是灌溫喔 對 灌溫 嗯 就可以上課很好 還可以跑操場 戴口罩上課都不習慣 會 怎麼不習慣 就是 比較蠢 除了提供相關防疫設施 金融市也領先全國先幫各校教職員施打疫苗 加上第三波施打率將達99% 而對於因故還未施打疫苗的60多位教職員 教育室方面更規劃每週二及每週四 在市立醫院提供免費快篩服務 希望打造百分百安全的校園環境 我們學校裡面的老師 這個已經完成了99%的這個疫苗的施打 那其餘的沒有 因為個人的健康或者是其他因素沒有施打的部分 大概只有60多位 所以我們金融市政府還特別幫這60多位 的這些教職員 我們在金融的市立醫院開立免費的這個快篩的這個門診 然後讓這個老師他因為一個禮拜要做一次快篩 所以我們在市立醫院提供免費的快篩的服務 讓我們在校園的所有的教職員老師都能夠達到百分之百的一個標準 那這樣子讓家長能夠對學校的防疫的防護工作能夠安心 教育處方面強調 會請學校將疫苗施打加快篩證明百分百的資訊 公告在校園門口或者是網站 確保九月能順利開學 記者張啟燈金融報導